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很感恩 再一次有机会 实体和弟兄姐妹一起 来到去敬拜 每一次都是因为 我们感谢神 而今天是社关主日 我们一起思想有关于 天父教动我们 来到关心 爱护我们身边的人的信息 大家同学一起祈祷 我们再次仰望主 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 因为当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 你已经为我们死 主你爱我们是无条件的爱 主你又吩咐我们 去按你的样式 你都可以爱我们身边的人 主我们祈求你 相信值得你的爱 激励我们的心灵 让我们更加知道去爱 我们身边很多不同的生命 求你慈福这段时间 你值得你保险的圣灵 引导我们的心思 不单单在头上的了解 主要你让我们有那种 心灵的感动和动力 可以按照你 对我们的心意 来走出来 我们仰望祷告 奉耶稣基督圣命祈求 阿们 我们今天会一起思想有关社官主日的信息 大家知道我们每年有一次这样的特别的主日 一方面是希望鼓励我们更加留心到在社会上各种需要的人 我们懂得去关心 而今天我们特别透过密提福25章 说出一个更加重要的信息 就是基督圖的生命的本质是什么 一个真正的基督圣生命会有爱人的行为 无论是信主的或者未曾信主的对象 都能够活出那种爱人的那种生命的表现 这个是基督圣生命的本质 密提福25章 我们读到的时候会知道 是讲到关于主耶稣 他就快钉十字架之前 他就跟很多门徒来讲述到 就是他将来会再回来 并不是他离世之后 他就会消声力直 他就会消失 而是主会再回来 是当时他没有讲到 他究竟什么时候会回来 但是他确实是不断地要提 就是你要警醒准备 要准备好 要准备好 我会回来 因为当主回来的时候 他会审判 他会按着我们在世上的情况 来审判我们 因此我们要准备好 但是怎么准备呢 当圣经在25章里面所提到 各种的比喻的时候 一个很清楚的方向就提出来 就是当我们去活出一个 外人的生命的时候 我们就是准备自己 我们准备自己 让我们每一天的生活 都可以活出那种外人的行为 这个就是准备迎建主的 一个重要的图形 而我们今天要思想的就是 我们究竟当主回来的时候 我们首先看的就是 他会对我们属神的人 对教会有什么的审判呢 刚才我们提到24、25章 其实都是有提到 庄主耶稣回来之前的各种情况 特别24章提到 主回来之前 有什么的预兆 主提到会有敌基督的出现 有假基督的出现 有提到很多不同的灾难 然后灾难之后有大灾难 所以正经在24章29到30节 圣经就提到 那些日子的灾难光过去 太阳就变黑了 讲到在自然界里面的一种的突变 月亮也不发光 众星从天聚落 天上的万丈震动 那时人子的征兆要显在天上 地上的满族都要哀哭 明显他们见到主回来的情况 并且看见人子带着能力 满有荣耀 嫁着天上的魂降冷 是一个很震撼的一种情况 主会在大灾难之后 他会临到我们当中 你请接着再讲的就是 当他回来的时候 他会招聚他的选民 来到他的面前 在下第31节就继续有提 而且圣经就说了 在那个招聚期间 主对所有自称为认识主的人 先作审判 圣经就提到审判的事情 当然第一次会都了解 当我们说到对属神的人的审判的时候 圣经就说了两个重点 或者两个方面 第一就是那些诚实信靠主的人 他们会进入神的角度 神会审判哪些是真正信他的 哪些是虚假的 第二的审判就是 所有蒙神恩典 进入神的角度的人 会按照他的世上 他们的生活 他们怎样敬畏主 怎样忠心于主的情况 得到不同的赏赐 是有赏赐的分别的 有一些是紧紧得救 有一些是丰丰富富 进入神的角度里面 所以一方面是审判是否真正得救 进入神的角度 另一方面是审判人 是得到多少的赏赐 当我们看到《马太福音》里面 25章有三个比喻 我们都知道 里面提到的这三类的人 其中有五个愚绝的同女 大家记得那个故事 然后又提到有三个仆人 其中一个将银钱放在哪里 埋藏在地里面 又提到这个绵羊 山羊 我们今天所看的比喻里面 那些称为山羊的人 就发觉这三类的情况 都有一个特点 就是他们都认为 他们是认识主的 他们称呼主 主啊主啊 但是相对来说 主表示是不认识他们 主要告诉他们 我们是不认识你们的 而你们要进入去 永恒的刑罚里面 好像圣经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 大家会记得 圣经里面同时一个比喻 讲到有墨子和什么 笔子 两种的东西 一起在田里面生长 圣经解释就是 这个说话是需要我们好好留心 你们去记得的 就像跟着十三章下面再说 他说在世代终结的时候 主要猜显他的天使 把一切使人犯罪的事情 和不法之徒 从他的国中拔出 在世上的时候 主未必会作一个审判 但当他再回来的时候 他会猜派天使 将这些婢子 来到在他的国中拔出 这个正是给我们思想到 今天我们所读的二十五章里面 一个分别绵羊山羊的比喻 也都讲着同样的事情 在三十二节刚才我们读过的 我请大家再看一看二十五章的三十二节 在圣经里面就说 他说 万族要聚集在他面前 他要把他们彼此分开 好象牧羊人把绵羊和山羊分开一样 圣经提到 万族要聚集在主的面前 这里所说的万族 我相信是说 是被认为神国的子民 也都是很多自己称自己为 认识主的人 在英国的万族当中 都有这些的人 圣经将他们说 提到聚集到在主的面前 但是主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将他们分开 有一个很明确的 分类的行动出现了 这里提到的绵羊和山羊 当时的人一听见 他们很明白 因为当时牧羊人他们去牧养羊群的时候 绵羊和山羊一起出外 来去吃草 到晚上回到羊难的时候 牧羊人会将两类羊分别出来 绵羊放在室外 那些通风的地方 山羊就要将它放在室内 那些有遮蔽的地方 因为它们怕冻的 你可以想象山羊多毛 还是绵羊多毛 所以它们需要分别出来 比较暖和的地方 可能山羊整天都是和绵羊一起吃草 或者他会觉得我都是绵羊 一起进去 或者一起出去 那个空旷的地方 但是牧羊人很清楚知道 哪些是绵羊 哪些是山羊 他一看就知道 所以他会将它们分别出来 当主人分别了 以者的去向的时候 之间你会发觉 之间有很大的分别 可以说是天渊之别 刚才读过三十四节 你会看到 圣经提到三十四节 那时黄队右边的雪 梦我付赐福的 来承受从世以来 为你们预备好的国霸 这是对绵羊所说的 然后接着山羊四十一节 黄右队 二十五章的四十一节 圣经就提到 黄右队左边的雪 你们者被就座的 离开我 到为魔鬼和他的使者 所预备的 永火里去白 当你小心看一时 你发觉分别太大了 这位主人 他以一个君王 圣经就提到他是王 一个君王的身份 也宣告 这些绵羊是蒙福的 山羊是被就座的 绵羊得到进入神的国 但是绵羊 山羊呢 它是要离开主的绵 离开主的同在 进入到永恒的火里 当主耶稣说到 末世有很多遇兆的时候 特别就提到 很多他的子民 你要去预备 来到见我 在当中 刚才所说的三个比喻里面 同里的比喻 三博人的比喻 和绵羊 山羊的比喻 都说明了一件事情 在主坐楼的时候 有一个很重大的 分开的行动 是要将人分开出来 因此你要准备好 到时你是能够被分别出来 在进入神的国 我们看到24章的时候 你会记得 主讲到很多不同的遇兆 很多人在近几年的时候 不断都会讲到 末世的遇兆是什么 无论是哪一方面 我想当你有机会 听到这些分析的时候 你一定都会体会到 末世的灾难已经出现 而且越来越频密 来到在不同的世界地方出现 饥荒 战争 还有很多地震等等的事情 一直这样来到 看到在这个世界出现 但当时讲述到这些事情的时候 他接着说 他说你要留心从无花果树 学一个的比方 我们刚刚在这段时间 神灯期的会都一直有提 就是你发觉 如果你看到无花果树 它长一些乱芽出来 它开始有些树叶 开始新生出来 你就知道 什么 夏天近年 当你看到这个世界 出现了很多这些灾难的时候 你知道主快会来 我想回到两三个月之前 我在公园做运动的时候 有一次突然看 真的多了很多绿色的乱芽出来 当时有感觉 春天又到了 但是其实我都不用等多久 突然发觉非常热 不单是春天 夏天已经到了 师兄就告诉我们 你们要留意 当见到这些事情的时候 主已经在门口了 你知道在门口是什么意思吗 已经在门口了 意味着在随时一开门 他就进入来 师兄就说 既然是这样 我们要好好地准备 好好的准备 因为主快会来 以至我们在主分别 异者的时候 我们能够进入神的国度 第二方面 我们再看就是 有这样的情形 师兄就提回给我们知道 就是上帝分别的时候 用了什么的准则 他的标准在哪里 他的因素在哪里 刚才我读过的 第35到36节 你再看一看 《圣经》35节 因为我饿了 你们给我吃 我喝了 你们给我喝 我作客 女客 你们接待我 我吃身露体 你们给我衣服穿 我病了 你们看顾我 我在监女 你们来看我 分别出来 进入神的国 是因为 圣经用一个很清晰的字眼 因为 当人 在这些困难的处境里面 你去供应他的需要 去帮助他 以致你被分别出来 这些绵羊 圣经称为疑人 他们觉得很不明白 他们说 我们都没有遇见你 主 何时见过你 何时你有机会的时候 我们给你吃呢 一路问这些问题 所以你看到 下第37节之下 二人就不断回答 主 我们什么时候 见你饿了 就被你吃呢 见你渴了 你口渴了 你需要水 就被你渴了呢 他说 我们都不知道 这种事 大家会留意 当时 这样说的时候 绝对不是说 我们是靠着行为得救 我们做了某些善行 所以就得救了 圣经在说的就是 是借助你爱心的行为 表现出一个真实信靠主的心 圣经在说的就是 你很多爱心的 怜悯人的行动 不是你得救的根据 而是你是属于主的证据 你的生命的本质 是已经属神 是已经信主的 因此你在行为当中 表现出这种爱心的行动 来到去证明 你真实地来到信靠主 当然当我们这样看的时候 你要发觉 很多时候 我们在生活上面 我们未必是 做很多很多 不同的持维 或者爱人的活动 但你发现 特别提到 就是 在生活上 我们总会遇到一些 有需要的人 有需要的一些机会 在这个情况之下 这个属神的人 他会很自发 很自然地来到去 将那种的爱的行动 活出来 是有所行动的 是很自然地来到去 回应出来 甚至会愿意来到去 作出一些牺牲 对应着不同的需要 饥饿的 渴的 被捆绑的 身体自由的 在不同的情况之下 对应着这些需要 你要作出帮助 而且当他对做的时候 甚至自己的内心 都不是意识到 是为主做的 他不是想 租一些功德 或者要租一些分 以至将来 有什么好处 在一个很真实地 自然从生命当中 是活出来的一种表现 而对方是谁 经过圣经指导 很清楚地来到去 说一件事情 没有说到对象是什么的人 但是有需要的人 因此无论这些人 是否值得帮熟神的人 会自然地愿意来到去回应他们的需要 当我来到去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刚刚 有一位姊妹遇到 和我聊天 分享 她很主动地和我说 这位姊妹她已经刚刚退休了 但有人请她去一间小学 帮忙做代课 她又说到当她去到的时候 见一间学校的学生 都是比较难去教导 其中有一个学生 特别是脾气很暴躁 周围骂同学 对那些老师很不伟帽 这位姊妹见到这个情况的时候 都心里留意为她祈祷 有一次见到她的时候 她又在骂人 她就走过去 你过来 我帮你祈祷 这位学生看着她 不知道老师突然想做些什么 老师就说 不是你祈祷 我帮你祈祷 那她就看着老师 一颗声都不出 姊妹就说 她当时就真的立刻 就牽着她的手 为她祈祷 但是想不到 就是当她为祈祷的时候 这位学生 五六年回到 突然间就哭不起上来 一路流眼 而之后老师有机会 问一下她的一些情况 就发现原来她的家庭很复杂 从来没有人去爱过她 家里打打骂骂 然后老师就告诉她 她说你知道 就算没有人爱惜你 有一位天父爱你 老师都爱你 这位学生在后来 有一个很大的转变 姐妹说 她的成绩 突然间好了 而且见到她 开始的成情有转变 很欢喜 老师为她祈祷 当我想到 这位姐妹所经历的事情 未必是一些很伟大的事情 只是为一个自己的学生 祈祷 但是她带着爱心 来做这件事情 而产生对这个生命 一个很大的感动 或者说改变 弟兄姐妹 如果你经历过神的爱的时候 你会知道 你里面是有不同 神已经在你里面做了工作 也会帮助你成为别人生命的祝福 祂勉励我们 让你的生命的本质 能够可以走出来 让你可以证实 你真的是一个无爱的人 一个无救恩的人 刚才提到的那一群的绵羊 事实上 他们虽然不知道 是做在主的身上 但他们真的是做在主的身上 所以在读到圣经第四十节的时候 这位的王就回答他们 他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你们所作的 只要是作在我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 就是作在我的身上了 你发觉圣经里面特别这么说 在世上有很多遭遇不同的苦困 患难疾病 失去了自由 失去了健康的人群 但圣经说的一件事情 就是主都曾经经历我们人类 所经历的地上的苦困 圣经前面二十一节特别提到 这位是人子 人子是说主到成肉身 他在世上经历到我们所经历的各样的苦困 明白你我的疾苦 因此因为人子 他来到世上 他很知道人的那种苦困 因此他在那个时候 他说 这些是我的弟兄 主耶稣他与世上的受苦的人群 认同 甚至以我们为他的弟兄 去体贴我们的需要 如果你想回到圣经里面 很多很多的福音书里面的故事 你就会体会 主耶稣那份对人的体贴 其中我想回到拉撒路 大家记得一位朋友 他如何经历主耶稣的复活 但我想重要的 不单是那个复活的大能 死的人从死里面复活 而在过程当中 你看到圣经描述他 见到他们很难过 面对着疾病死亡 那种悲伤的情况 圣经就说 他为了这些他的朋友 为了这些的人 他们心里甚是悲惫 而且请讲到耶稣哭了 为了地上很多受患难苦困的人 他心里面难过 一个真正信靠主的人 他都会跟着主所做的去做 因为他的生命里面 有主在他当中 而他会体贴主所体贴的人的需要 来到他去作福事 我想回我们宣祷会的一个熟灵的传统 大家都知道宣祷会 在历史当中 和今天大家都一直强调 传福音是一个我们首要的使命 和关注 当我们讲到传福音的时候 是我们真的很知道 人的生命是需要请假 需要救恩 当我们看回宣讯宣祷会的创办人 开始宣祷会的时候 他不断来到鼓励推动 德英姊妹卫生在宣教上面 但你发觉在行动上面 宣讯和当时的德英姊妹 他们不单止传福音 在他们所去到不同的地方 在社会上不同的阶层 甚至在海外宣教的时候 他们一定同时会关心到 很多的人身体肉身的需要 你可以看回很多历史有关的记载 你就会体会到 那种对人的一种 刚才我们看到一个说话 传人的关注 是表明了他们那份的 传福音的背后 是一种真实的爱 在当时在早年的时候 开始宣祷会的时候 在美国有很多不同的 慈慰的工作建立给他们 其中有很多的孤儿园 散布在全美国不同的地方 很多宣祷会的领事会 他们就投入去照顾 很多的家童 很多孤儿 来帮助他们 来去辅助他们 不单止这样 很多大型的灾难 都会看到有宣祷会的 帝影姊妹 他们投入去 我想看到一个情况 当时有很多饥荒的情况 在早年1890年 印度有大饥荒 很远的地方 但是当时在美国 这些帝影姊妹 他们就用很多方法 来去猜钱猜人 去到这个地方 来帮他们建立很多的救援工作 建立一些青少年的职业学校 让他们能够有机会培训 可以找到工作 不单止印度 我们自己 中国 在1903年同样有大的金方 当时宣祷会的帝影姊妹 他们有很多不同的行动 最少每日是供应三千人的粮食 来帮助很多很多当时的同胞 他们身体的需要 有很多这些事情 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就是 圣经引领我们 我们领受了神给我们的救恩 让我们的生命活出那种的爱 来去证明 你自己已经是属主的人 当然我们看回到 圣经里面提到 另一边左边的山羊 主要跟他们说话 当他们这样说 听到之后 他们就回答主 没有啊 我都没有见过主 在44节里面提到 主啊 什么时候见你 又没有服侍到你呢 当大家小心去想的时候 你会发觉 在句话的背后 这一群的人 他们似乎是说着 主我们很无辜 你这样责备我们 我都没有见过你 如果见到你 我一定会去帮助的了 这句话背后也都说着 一份很自我的心态 自顾顾自己 如果我见到主你 为了讨你的欢心 为了令到你高兴 我就一定会帮你的 不过其他人 就不会理会 大家明白 那个背后里面 这种的良善 如果是做的时候 是为了个人的利益 得到某一些的赞赐 某一些的赞赏 但一个人 如果他只是为了 自己的利益 来做一些善行 这些善行 一般都不会持续的 但唯有一个人 当他真的带着爱心 特别是一个属神的人 他经历过 主耶稣给我们 无条件的爱 经历过这份爱的人 他会去听从主的吩咐 他会 去爱 纵使自己会受亏损 或有所牺牲 他都会乐意地做 在圣经里面 就讲到 一种的 因为爱而引发的 那种生命的动力 因此当你读到 圣经加拉太书的时候 圣经讲到 哪些人得救呢 就是那些受了真觉例的人 就会得救了 犹太人当时这么说 卡拉太书第六章第五节 就讲到 他说在基督 耶稣里面 受国礼和没有受国礼的 是全无功效 没有意义 唯独使人生发人爱的信心 才有功效 这种真实的信心 是会引发生命那种人爱的行动 而这件事情 就是神看到 是真实的信仰 近期圣经里面提到的准则 我们都要问自己 我的生命 有没有将这种 真实的生命 是表现出来 我们再看 在下一方面 再思想的时候 你会发觉 当主来到分别的时候 你会发觉 不是因为某些人 做了一些很大的恶事 所以你们要去到永刑里面 因为没有做到应该做的善 所以第三方面 我们再思想 分别出来 不是因为作恶 而是没有做一些应作的善 在第三方面看 在刚才读过的第四十二节 圣经第四十二节 你记得 在当时说 因为我饿了 你们没有吸我吃 一直说 其实这一字经文 跟刚才和那些绵羊所说的 大致是一样的 最大最明显的分别 就是两个字 就是没有 没有 你们没有吸我吃 没有吸我喝 没有来到去探望我 正一直说这种情况 而且之间一个很大的分别 就是没有去做 应该做的事情 虽然他们表现得 刚才说的那些山羊 他们表现得很自我忠心 很多说话来去维护自己 但是小心看一时就发觉 他们都没有说 做了很多很邪恶的事情 但是主就跟他们说 你们是被救了的 离开我吧 在这情况之下 我们要很小心来到去想到 我们 或者未必 做一些恶事 但是如果我们遇见 行善的机会 而不去理会 我们可能会堕入这种危险里面 当然 弟兄姊妹 我们不需要 很随便地来到去怀疑 我们是得救 如果你是真心信靠主的 主是知道的 但是只是我们需要来到去 上上 不错你不一定是没有爱心 你不是不想去服侍人 只是可能生活上面 有太多其他自己的事情 你很专心 专注在自己的事上面 或者有一些自己的欲望 自己的野心 是叫你被自己的事情 紧紧地糾纏着 整个人都是被自我的事情 来到去思想 是捆绑着 我记得之前 我跟大家分享过 一位律师的弟兄 顺着之后 说回他顺着之前 一件的经历 就是 他说他经常都想一件事情 特别在晚上睡睡之前 一定会想 不想过都会睡不到 就是在他的律师行里面 他说哪一个的partner 他赚钱多过我 我何时可以再赚钱 他就是每一晚都想这些 每一晚都想这些 怎样能够赚更多的钱 超越了他所有的伙伴 你发觉有些时候有某些欲望 我先说 是叫你变得好自我中心 整个人被那种自我所吸纳 英文有句说话叫做self-absorbed 是被自己的事情完全吸纳了 在一个自我中心里面 生命开始萎缩 而且在那个过程里面 完全不再理会到其他人的事情 其他人的需要 就好像已经放弃了信仰 这种情况 我们要很警觉 要留心住 我上回来圣经 大家会记得路加福音 当师子约翰来到的时候 很多犹太人去到他的面前 寻求他的师子 要悔改 但当时 这位师子约翰对他们很不客气 他说一句话 他说毒蛇的种类 今天这样骂人 都是说很不容易接受 但是他是真实地说的一个情况 他就说 你们不要以为 你们阿伯拉肯的子孙就得救 如果你真的要来到去 寻求神的接纳 要结出果子来 与悔改的心相情 如果你真的悔改 你会结出果子 与你所悔改的心 是配合着的 接着他再说 有两件衣裳的 怎么样 就分一件 比有需要的人 比那些没有的 有食物的 也当如此 一个很具体的提醒 就是 让你的生活行为 与你悔改的心相情 当然弟兄姐妹 我们这样说的时候 千万不要叫我们不要顾自己 你不用你自己了 什么都只是顾人 可以了 不是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要按我们所领受的新生命 带着爱 来到去付出 去行动 师兄所说的 杀种的 是必从 圣灵杀种 就收永生 你怎样杀种 你将来会是怎样的 今次我很想 弟兄姐妹在这个时候 你看看一支经文 就是加拉太书 第六章的 这支经文 师兄就一直的勉励 信着情欲杀种 刚才你记得我说 情欲所带来的一种 自我的捆绑的情况 必从情欲收败坏 但是信着圣灵杀种 如果你领受了神 给你的新生命 你发觉 你心里面会有圣灵的 一路的勉励 一路对你的提醒 你信着祂的引导 去杀种 去行爱的事 必从圣灵 收永生 然后圣经就说 所以有了机会 就当向众人行善 向信徒一家 敌人更当这样 在你的生命里面 不要因为你没有 做过什么恶事 你就沾沾自起 当然要感恩 甚至保守你 不在恶事当中 但如果你没有去做 应该有的 爱心的事情 你要警觉 你要去思想 我怎样能够 在我所有的机会里面 去真是将一种的爱 能够行出 当我们看到 马特弗二十四 二十五章的时候 主讲到很多 关于他灾来的御兆 刚才我们讲到的 但其中一点 我常常都想起 就是讲到御兆的时候 先就提到 将来在基督徒当中 有很多很多 是伴教的事情 在信徒之间 亦产生了很多 比之一种的牌制 比之憎恨的情况 神经又讲到 在末世的时候 很多人因为信仰 而被逼迫 人会去恨慕 因为主的缘故恨慕属神的人 接着在第十二节 二十四章十二节 就特别讲了一件事情 圣经就说 只因不发的事情增加了 很多人的爱心就冷淡了 我有坚韧到底保持 那份的爱 他就必然得及 今天在我们所身处的社会 你会常常见到很多不法的事情 不义的事情 甚至在教会里面都见到 有时见到这些事情的时候 你会觉得会被打击 大家明白我的意思 不是你被人家怎么去伤害 而是你心里面很受攻击 觉得这样都有的 这样的人都会做一些这样的事情 你会觉得有时会有一些灰心 甚至一些叫愤怒 那种愤怒 你会觉得天下烏压一样黑 那些坏人 我为何要帮他 为何要去爱他 那种的冲击 会令到你爱心冷淡 而正因为我们在这样的处境里面 弟兄姊妹 上上记得圣经勉励我们 要忍来到底 也都意味着就是 你不要忘记主仍然爱他们 不要忘记 甚至称他们为自己的弟兄 那些的困难 那些的苦难 那些的苦困 主为他们流眼泪 你可不看见 这位的主 他的反应 你看不看见 主在他们当中 当你这样来到去看的时候 这些发觉 心里面临受一份鼓励 我都应当学像主 来到去爱护 去辅助身边很多有需要的人 无论他们 是不是邪恶的 良善的 仍然 你去保持你的爱心 继续去爱 弟兄姊妹 在今天这个社会 挑战我们 是不是 我们是真正属神的人 以至在不宜的环境里面 你仍然会去爱 我们一起来祈祷 仰望主 真正注意听我们的祷告 祝我们知道 自己有很多个人的需要 有时候我们都会挂心 但是主我们仍然想起 你应许 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 我们一切所需 主你都加给我们 因此我们将我们自己的事情 自己的需要交托给你 求你释放我们的心灵 以至我们仍然知道去爱 去付出 主 今次你给我们在香港 有很多去服事人 去爱人的机会 无论在教会里面 或者在教会外面 主要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知道去思想 去计划 去行动 让我们可以将你给我们那种的 更新了的生命 能够清楚的 来到活出来 主要求你帮助我们 有一天当你再会来的时候 我们能够坦然地见你 被你称为良善 忠心的仆人 被你带进你自己的角度 听我们祈祷 奉主耶稣圣命祈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